加密货币再传坏消息 美国最大挖矿公司之一 Core Scientific 12月21号 根据德州法律申请破产保护 公司表示不会进行清算 计划要继续运作 Core Scientific需要为各地的数据中心 提供动力 中心的专业计算机除了要验证交易 同时创建新代币 除了设备技术昂贵 过程还要耗费大量电力 受到币价崩跌 电费成本大涨 Core Scientific手上的现金 不足以偿还租赁设备的融资欠款 截至20号交易结束 公司四值下降至大约7800万美元 比2021年上市的43亿美元估值 惨跌超过98% 曾经的币圈金铜 FTX创办人班克曼·弗瑞德 将在周三引渡美国 班克曼·弗瑞德掌管的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在11月宣告破产 还欠了前50大债权人 总计31亿美元 他本人也被指控 诈欺洗钱等多达8项刑事罪名 班克曼·弗瑞德原本反对引渡 不过近日态度却大转变 外传他认为巴哈马的监狱环境恶劣 也期望在美国获得保释 三里新闻 徐天文报道